各位 西方政客说谎的能力非常强 我们看看英国首相 普京将天然气的供应截断 对人们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 对 没了天然气 生活影响当然厉害 不过大家记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 普京就是要切断这个天气 或不是普京切断 而是西方国家自己本身切断 我们知道在2021年时 发动了2022年 老爷 你记性不一样 2022年2月 将近两年过了 在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 当时西方人窩蜂 要制裁俄罗斯 甚至将俄罗斯 天然气供应仍然正常 而是西方国家强制要停止 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后来我们也知道 美国 将 北溪2号的管道都炸了 俄罗斯这些天然气 就无法供应到 被欧洲 包括英国 所以在去年前年 欧洲那边的天然气价格 就是暴障 这个我和大家已经报告过了 似乎英国手上的宁记性 是灵记性 那时没有上场 没关我的事 所以不计数 所以不记得 没有这件事 但是当人民完全没有记忆力 当人民是蠢才 这样搞法 唯一的可能结果就是 蠢的继续蠢 被政府拔着鼻子走 稍为聪明一点 再想 这样的国家 在政客这样靠 除了讲大话 就是讲大话之外 可以做什么呢 国家有什么可以 为人民服务呢 我觉得真的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西方国家 我很担心 不过其实也没法避免 他们的collapse 他们的文明灾难 其实已经很近了